我们在一起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认识的呀 是我去年然后来成都出差 参加一个展会 他就来逛那个展 然后我就觉得他当时特别漂亮 然后我就加了他的微信 你就一边工作着一边还能要到微信呢 当时就是感觉他气质特别好 就给了 怎么就给了呢 我就很好奇现在 就看他长得帅呗 你看看 这就叫一见心动了 后来多久就变成了女朋友 发展得也很快 可能就大概聊了两三天 就是确定关系了 活动还没结束 收获一女朋友 你看 这现在多久了一路谈下来 一年半了吧 现在问题就来了是吧 对 想结婚了是吧 对 人家不肯是吧 再也猜得出来 往下说吧 咱们回事 反正我就觉得他跟我在一起吧 就是那种思想包袱就特别大 然后把我们两个都搞得特别心累 因为我也比他大个四五岁嘛 然后我肯定找对象 我肯定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然后我和他相处呢 其实相处得挺好的 因为他虽然年纪就比我小 但他就很乖 很懂事 然后也很会照顾我 然后我就想着 既然咱俩相处得这么好 也相处了也一年多的时间了 然后我爸妈那边也同意 也一直催着咱俩结婚 我说要不就咱们把这个 结婚的事情就提上日程怎么样 然后我每次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会各种理由来推托 他说我没车没钱没房 我不是不想结婚 我这感觉现在还不是时候 主持人他每次他就这样跟我说 别提 我问啊 要房子吗 我不需要房子 要车子吗 不需要 我家都有 这不是气人吗 需要人家倒插门吗 那就也说不上是倒插门吧 不是 我就说家里有没有这个要求 也没有这个要求 就是说不会去 他跟你结婚以后 他也改姓 娃也改姓 这都没要求吧 那没有 不是这个就不是倒插门吗 所以姑娘是觉得 我们俩可以打引号的裸婚 就是男生什么都不出 只要人来了 就可以结了 是吧 对 这跟上门女婿有啥区别 这就是上门女婿 他老是觉得是上门女婿 我现在我感觉我刚毕业 工作也不稳定 不像你 人长得又漂亮 然后出国留过学 工作又好 家庭条件又好 而且我刚毕业 我就想靠我自己努力去 在成都攒个首付墙 这有错吗 我觉得你得给我两三年的时间 让我靠我自己去 努力努力去试一下吧 不住你们家的房子 出去租房子住 行吗 那结婚怎么可能去 问你呢 行还是不行 不行 那你完了 你得答应这事 要不然过不去啊 对不对 但是根本就不用担心房子 这个事啊 因为我家里也给我准备了婚房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们要不就在那套婚房里面结婚 我也不需要婚礼什么的 都不需要 我说就咱俩就去蜜月旅行 一趟就可以了 然后她就不同意 我就要你这个人 我关键是不想靠你 去做的一些什么东西 因为她就是这种思想包含很重 就很匠 我作为一个男生 我肯定希望 靠我自己的努力去给你幸福 我不想就去沾你的光 主持人 她就是那种死要面子的 因为我俩现在在成都 也是属于合租的那种状态嘛 然后每个月也是需要 就是交那个租金的 就每个月的房租呢 其实也不便宜 就是她每次 就必须要抢就自己给 她没有钱的话 她要去找朋友借来给 我要给 她非给我急 非不让我给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说我们暂时不结婚可以吧 我现在也有现成的房子 什么家具啊 那些装修都弄好了 就咱们先暂时搬进去住 可以省一点 每个月的租金钱 我说把这个钱拿来 不管是攒起来啊 还说咱俩出去约会啊 出去旅游啊 都可以拿来用 她又不干了 又不同意了 这为啥呀 不结婚 还是感觉沾她的光 我不想 我就感觉我 你说的那种交房租借钱 那种都是偶尔的情况 很少的极客 那为什么你可以找朋友借钱 那我这边帮你就不行呢 朋友借钱 我请个课 还她个人钱就行了 你说我女朋友 我不能靠你啊 那我们两个之间 还要分得那么清楚吗 你爸妈喜欢她吗 我爸妈就特别喜欢她 主持人 就因为这样的 就她虽然说 没有跟我那种 结婚的打算 但我们两家人 就走得就特别近嘛 因为我爸妈也住在成多 我们每次休假的时候 也会回我爸妈家 去住两天 在我爸妈面前 然后她就是塑造的 那种特别好的 那种完美男友的形象 因为我们两个在家的话 就我们可能也会 睡到12点多才起床 然后点个外卖 她去我家就不一样了 她会六七点钟起来 陪我妈妈去逛个早市 然后买一个菜 回来还要做菜 然后还要陪我爸爸 喝喝小酒 那不是都是为了你吗 都是爱你的表现 可以让你爸妈 更放心一点 对 我知道她这样 是很好的 你确定她是这样的吗 她其实吧 她在我爸妈面前 是这样的 然后在我面前的话 就其实还好 反正她是在我爸妈面前 嘴就特别甜 我现在透肌肮骨 开始发麻了 有点冷嗖嗖的 挺可怕的 我只说我的感受 不辩论 行 深得父母喜欢 所以父母反而肯定逼婚 对 所以父母 就是我爸妈反而来催我了 然后每次就把我搞得很委屈 把我搞得压力很大 那是我不想结婚吗 就是他不想跟我结婚 他没有结婚的想法 我也不是不想跟你结婚 我想的就是 你给我个时间 让我靠我自己努力去 有一定的成就 事业稳定了之后 我们再考虑这个事儿 兄弟 什么时候事业有成 因为我也刚毕业不久 我就想是 说两三年吧 事业有成的标准是 最起码有个房 在成都 国大面积的房 一百多左右吧 小三居 那在成都首付 得多少钱啊那房子 三十多万就可以了 就这事儿是吧 没别的了 其他的事儿还多得很 说说说 就比如说 他工作的这个事儿吧 因为我之前在国外 也留过学 然后回来也是硕士的学 然后我工作也挺稳定的 他不一样 因为他做的是那个 模特的那个行业嘛 然后他的这个职业的话呢 其实也是分那种 当当记的 有挣得多的时候 也有挣得少的时候 然后他那个钱 就特别不稳定 然后他很多时候呢 就会去认识那种 模特经纪人 然后有一次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要去外地出差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 因为他确实也是 经常去外地去走秀呀 那次我没有在意 结果就是那天 晚上的时候 我和我朋友 去太古里逛街 我就碰见他了 他没有跟我说 他回来了 然后我当时我就很生气 我气不打一处来 然后我就把他拉过来 我就问他 我说这女的是谁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哎呀是什么 他们群里的一个什么 模特的经纪人呀 我想就是关系 跟他搞好点 请他吃个饭 这样的话 我以后工作资源也多一些 但是我就觉得你 为什么你回来 你不告诉我 你要去跟那个姐姐吃饭 你如果直接告诉我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介意的 因为这个事情 是跟你的工作有关系 对你的工作有好处 不告诉你还不是 害你生气啊 对吧 现在真实情况其实是这样的 是我 其实跟他说我晚上回来 但是我提前结束了 我中午就到成都了 然后一块出差呢 有那个姐姐 是在当地 比较有实力的一个经纪人 因为刚来成都 人生地不熟的 就是需要积累一点资源 人脉 我想让他请人家吃个饭 让人家以后带带我呀 那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呀 你觉得我有那么不成熟 不懂事吗 我就是害怕你生气嘛 你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那你虽然之前没有骗过我 但有那一次了 那我很怕就 有可能没有发现呀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而且自从那一次之后 我现在也妥协了 你也给我立了很多规矩 我现在都照做了 啥规矩 就是说让他不能去外地 然后就是不管多晚 就必须要回家 然后不能和女生去拍婚样 那你这个损失很大吧 因为刚来成都 就是资源人脉也不多 肯定就损失了很多 其实我心里 就是对他也还是挺亏欠的 亏欠啥 因为他为了我一个人 来到成都嘛 每个月的那些房租 他要借钱去交 然后我就把他那些钱 全部给他还上了 然后他现在不是嫌 他那个工作赚得少嘛 然后我就托我朋友 给他介绍了一个成都 机场的一个地情的工作 因为他以前是学空乘专业的 你想一下这工作多好呀 又稳定 福利又好 然后工资也还是可以的 跟他一说了 他又不干了 他又不去了 我就不是你说的那样 那这样还不是要靠你呀 我不希望靠你 我就希望靠我自己 而且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每个月房租都要借钱 我收入也还可以 那只是偶尔的情况 而且礼物呀 过节日呀 我从来不会少你的呀 那为什么你要找朋友去借钱 就是都不愿意 我来帮你分担一下呢 我觉得他就是死要面子 我对他都是一番好意 但他根本就不接受 行 听懂了 男生各种要面子呗 那就努力奋斗呗 现在也在健身 因为他平常工作也很忙 他做翻译的 然后平常还会兼职 做一些外贸的单子 蒸一些外块 有时候很累的下班情况下 他还要坚持看书 因为现在 他不是给我立了很多规矩 我现在没有以前 那么忙了嘛 我就不能在家闲着 我感觉一闲着就很慌 感觉看到他这么努力 就说现在健健身 说到健身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他现在已经磨正了 就是他感觉吧 就是总要有哪个方面 要比我强一点 他才感觉 能够配得上我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现在吧 每天早上一大早 就起来就跟打鸡血一样 就马上就往健身房冲 然后每天要喝很多 那个鸡蛋清 吃那个蛋白粉 想让自己变成一个鸡肉猛男 但主持人您看 他自己就是那种光吃 然后又长不胖的那种人 我也觉得他健身 就是去虐待自己 而且他为什么 老实觉得他配不上我 我觉得他很完美了 他如果再完美一点 那我也会有危机感 我也没有安全感 行吧 听起来好浪漫 你看为了这段情感 还要不断地提升自己 是吧 行 那你们对于未来 有什么想法 除了结婚之外 就除了结婚以外 就肯定想有好的生活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早点有一个小宝宝 就都规划到小宝宝了 那因为我年纪也到着了 就是在我们那边的话 其实就25岁都还没有结婚 那已经是晚婚晚遇了 就因为他老是不跟我结婚 然后每次就搞得我 像一个那种结婚狂一样 但其实不是的 我也是因为家里面 就是给的压力也很大 然后其实我是想跟他结婚 但是他每次就不同意 然后我就想出了一个法子 他现在不是嫌他赚钱赚得少吗 然后他又嫌他那个工作 又不稳定吗 我说我要不就陪你 我陪你去英国 因为我之前也在那边读书 我说我陪你去那边 就是选择一个好一点的专业 去读一个研究生吧 你想一下 就是学历提升了 对吧 你到时候回来 你专业选好了 那就是现实 根本就太理想化了 那怎么不现实 你到时候回来 你工作也好找了 你工资也高了 对不对 而且我想的是 我在那边去 也可以选一个我喜欢的 就是第二专业 比如说什么传媒 是我一直想学的 然后我想的是 就咱俩就一切从零开始 一切又重新开始 给咱俩一个缓冲期 而且我想的就是 我去那边 上完学过后 我可以在家做做饭 然后洗洗衣服 做做家务之类的 他不是老贤 他没有养我吗 他就可以到时候 去了那边 就可以去做一些兼职 光明正大的来养我呀 然后我们也没有 那些结婚 或者是工作那些压力 因为这个对我爸妈 也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来推托他们 现在也在养你呀 我们为什么要 去耽误了两年时间 而且出国需要 一大笔费用 我手里刚攒了几万块钱 为什么要把这笔钱 花出来不够 我们还要凑这个钱 出国留学 那我也不是为你着想吗 我出国留学 语言又不通 到时候报学校啥的 还不是都得靠你 你不是着急结婚 为什么不能等我两年 我们出国留学 也浪费两年呀 为什么不等我两年 在成都攒钱 买个手术呢 不就怕两年支付 你跑了吗 对呀 结了婚也能跑啊 姑娘 这婚姻能拴住一个 不确定性的男人吗 招什么急呀 那不是想早点 跟他有一个稳定的讲 你想清楚了 要很快结婚吗 就是在二十四岁 二十五岁左右 就要结婚 我想的是尽快 因为我也很喜欢他 我觉得能力到的时候 肯定要给他一个家 所以你的能力 是永远追不上他的能力的吗 我觉得有一点力不从心 对呀 那你就低了头 不就算了吗 孩子 但是我觉得 男生还是要靠自己 爱这姑娘吗 爱 你觉得你配得上她吗 咱们发自内心地说 咱们都说实话 我在努力地配得上 现在可能配不太上 所以在你的心里面 你觉得这个女生 我有点够的 对不对 对 你们的朋友喜欢她吗 都挺好的 就是因为她为了我 就放弃西安 所有的那些资源 背景离散 然后在成都 也没有什么朋友 就她唯一一个 处得好的一点的朋友 还是我闺蜜的男朋友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们两个 每次一见面 就特别爱喝酒 喝得特别多 但她就是平时 就根本就不喝酒的那种人 太压抑了 而且她喝完酒过后 她就说 哎呀为什么 找一个四川的女朋友 这么难 这么累 不是你姐的那样 她说四川女朋友 怎么这么强势 你说这 谁听到了 谁能开心啊 酒后土真言 对 您说的这个酒后土真言 我还想起一件事情 有有有有 快说 对 就也是有一次 她喝多了 然后她就跟我说 哎呀 你要是比我小几岁就好了 我就感觉 她不过我结婚 就嫌我年纪大 嫌我老 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首先我一直觉得 年龄不是问题 我只是感觉 如果你比我小几岁 等我失业 差不多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样就不会 现在这么压抑了 好好好 男生就是希望自己再感感她 到配偿她的时候再娶她 万一咱一辈子都赶不上 可咋办 总得让我试一试发 失败了也就从了 是吧 现在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人生就是这样 成功或失败 万一诸事都不顺 没有按照你的想法 你会怎么办 我没有考虑过 我现在还挺相信自己的 我觉得我可以 所以我怎么觉得 这个爱情里面 掺杂了好多的东西 一定要嫁给她 放一放 不是说分开 放一放 再看一看 你已经被爱冲昏头脑 你就昏了 这就属于求而不得 行了 老师们看看 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男生 你没有想过要跟她结婚 你想过 但你内心一直在打退堂鼓 她太强势了 她会安排你生活当中 所有的一切 帮你砍断很多 不让你接的活 她在阻碍你未来的发展 你没有办法三年内在成都 首付付到房子 你付不了的 我给你打听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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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证明 你让一个男人放弃掉自己喜欢的事业 然后让他跟着你的节奏走 那你怎么能最终让这个男人能比你更强 不可能呢 你内心深处一定是想找一个男人能靠得住 就像你说在国外留学那种样子 因为那是你想过的生活的样子 你就是想找一个到了结婚的岁数 我找一个可控的人 然后结婚之后 然后再去感受他 让他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你错 你会一败涂地 男生啊 给我感觉你也没有那么喜欢你所谓模特这个事业 你会因为一件你的错事 或者是一场误会 你断掉了自己很多的资源 真正热爱这个事业的人不可能是这么做的 你一定会承认错我错了 我错在我瞒着你说了谎话 但我没有错在时中 这个事业我没有错啊 对吗 你到底喜欢什么事业 最怕的是你不知道 也许这个女生看出来了 你对事业没有什么样的追求 也没有什么样的优势 一事无成 所以她想改造你 但是你又不认可 可你不知道自己出路在哪里 你是迷茫的呀 你既认同她 你心里又不愿意 这就为什么和那个 她的闺蜜男朋友 能够喝酒喝到 这一夜 内心又极度不满呢 但是破圈儿要先破自己内心的那个障碍 对不对 你真正喜欢什么 如果喜欢就去做 如果遇到一个真正爱的人 尊重你的选择的话 她会认可你 而不是来改造你 治顾你 不要你了 好吗 就这样 谢谢居总 我问你啊 就是你觉得五年后 她的生活在你想象中什么样的 可能 我有两种想法 就可能她已经 就是成家立业 就是要么还在奋斗自己的事业 那你觉得十年后 她的生活应该怎么样 在你想象里 那可能就已经结婚生娃了 然后就可能做着一份安稳的工作吧 五年后 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应该什么样的 可能会结婚 然后生孩子 我知道你会说这个 今天站在这儿 你一定说五年后 我肯定结婚了 买了房子了 说不定孩子也生了 十年后 你愿意做一份安稳的工作 一事无成 守着娃守着她吗 三十二岁 现在不愿意 就是 你知道吗 你们并不是一致的 你不知道她 她不敢说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就问你 比如说你说我愿意给你钱 我愿意给你房子 我愿意给你找工作 要还吗 要还 那肯定要还 怎么还 就等她自己能挣够这么多钱 再还给我吧 她挣不够呢 怎么还 那就以后慢慢还 她跟你分手了呢 怎么还 她爱上别人了呢 怎么还 你给她那么多 她还不起 所以 拒绝是什么 拒绝不是为了配得上 她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拒绝不是为了配得上 拒绝是为了离得开 其实没有配得上 配不上的问题 你和那个朋友 痛哭与长夜的时候 有多少是对她的不满 你自己心里知道吗 所以啊 年轻人 想要独立 要争取 想要事业 要学会抗拒 所有的一切 不是你在半夜 好两句就能解决的 你得 自己明白自己 想要什么 至于你 你给人的压迫感 太大了 所以 以至于 她在不自觉中退缩 你们整个过程 不是她说我配不上你 而是她在慢慢往后退 为什么往后退 因为前面的老虎太可怕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我在想这女孩 一直在用各种诱饵 只想让男朋友咬钩子 咬上的这个钩子是什么呢 就是离不开你 只要她一旦开始咬第一个钩子 这个女孩其实也就愿望达成了 什么出去留学 这一类的根本都不需要 只要能骗进你的婚房里 仿佛这个男孩就是囊中之物 但是这个男孩有这么傻吗 刚刚陆琪老师问你 你会要求她还吗 你说会 然后我心里就一愣 如果你要嫁给她了的话 还什么呢 如果你把她当成自己的丈夫一样 你就算是投资你的丈夫的未来好了 还什么呢 如果只是住在你的婚房里 最后跟你分手了 难道你要跟她算房租 她还什么呢 所以你在生活里头 我不知道你跟这个男孩灌输过什么 才会使她这么样的爱面子 才会使她坚持自己要付房租 就包括你对自己人生的设定 不都是带着仅有的积蓄 带她去英国留学 留完学 度完精了以后 她变成一个更加精光奕奕的人 这样就可以让你完成 男主外女主内的构思 你等于一直都在告诉这个男孩 是你不能停啊 因为你一旦停下来的话 我做贤妻良母 这个梦想就会破灭了 你们俩要的东西真的都不一样 假如你不给她这么多的一些 暗示或者明示 你就告诉她 我们俩白手起家 我们俩共同承担家庭 和共同承担老人 共同承担命运 可能男孩会觉得心里踏实 和放松很多 而不是你一上来就告诉她 我将来我要退到后头 你要冲到前头 别看现在我能提供房子 别看现在我能够提供 我的积蓄给你 我都是借 你都要还我的 我现在让你住进我们的婚房里头 将来你都要变出大房子 来补偿我当时的裸架和倒贴 他是不是经常会给你 这样的一些感觉 就是吃了我的一定会吐出来 所以你都不敢吃 我心里有时候会这样想 是啊 这个不就是中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吗 你真认为是男孩自己 高度自尊 高度敏感 敏感到他连女朋友的一点好意都不敢收吗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好意 连包上一个糖纸你都没包 伪装成糖果的样子你都没伪装 而是直接就这么赤裸裸地递给他 吃 吃了将来要吐的 拿了将来要一百倍地还我的 现在不是你们两个人要谈未来的时候 因为你太恨嫁了 他不可能突然中大奖 他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苦干 可是你不打算给他这个时间 因为你二十七了 你自己觉得我得赶快当妈 我得赶快成家 我等不起了 所以放过这个弟弟吧 他不适合你 谢谢米娜老师 我听你们俩的这个事啊 感慨良多 就我突然悟出来了 为什么人家说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就是打他们这一类人来的 读了大学是学业的终结 结了婚就是情感的终结 可以不再要了 那我就按这个目的来嘛 生活也不是毕业嘛 至少在这段爱情关系当中 我们是没有看到平等 我们是没有看到互动 我们看到就是强势压迫下的 自我掩藏 讨好吗 女生也好好琢磨 恋爱就是恋爱 不要赋予恋爱那么多 杂七杂八的东西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我感觉到你 就是压力比较大 会在一起 所以很多时候我只是想帮你 然后想帮你分担一点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给你的压力造成那么大 而且我觉得 我可以就是让你去自己去奋斗 但是我不知道等你奋斗成功的时候 我还有没有在你的身边 我还能不能待在你的身边 你选择的人还是不是我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了 我可能就是是时候真的要 听你的意见了 就换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能是时候就是更多地去 倾听你的意思吧 所以啥是真骨气 啥是假骨气 就这样吗 谢谢两位请就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艺 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最后男生这个态度 真是应了你们分析的那句话了 您是真爱这个职业吗 显然不是吗 您是真那么有骨气吗 显然也不是吗 只要让我透口气 我也是可以低头的吗 现在一个头低得太低了 好吧 来预测一下结果 小鹏老师 我其实内心希望双不出 但是呢 但是有可能双出 肯定双出 现在有点看不懂 年线的套路啊 双出吧 对 只要吃了我的 不用吐出来 那我就吃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是必然双出了 那咱们就看结局嘛 请开门 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两个 谢谢两位 请回 嗨 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